大家好 歡迎收聽網向編輯部的節目 今天這條樣子 我新西蘭義德台養 還有社長雷汶王 大家好 希望大家點贊 訂閱和分享 同時也可以讓大家多點留言 交流一下的 繼續狀態中立模式力量 今節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真是好笑 東方無時無刻 就知道 以攻擊政府就誰都知道了 但是這次 他做了新聞工廠 厲害啊 自製新聞厲害 這個真是自製新聞 這宗新聞其實就是星期六的時候 就是三天之前 其實我們很想罵他 不過每天其實不能出太多罵洞房的東西 太多的話 其實要罵日都有得罵 其實他每天的A1都是亂來的 就是他昨天還好笑 昨天說的那些古跡是金礦 這個真是好笑 有機會說一說他 見古跡就金礦 那些古跡呢 所謂的古跡呢 其實都是 只有百多年歷史那些 通常都是 因為最多是二百年 大哥 如果你百多二百年就古跡 就是金礦的話 那北京就 哇 北京就說 基本上 整個金山銀山 整個金山銀山 澳洲全部都金礦 我這樣說 我拍C 全部都古跡 這麼多金礦 老金礦 是吧 唉 這個笑死了 我們現在說回這個題 這個 鄭B師進來了 現在說這個就是 洞房 他就寫什麼呢 那個題目就是這樣的 酒樓開年 飯分桌坐 食客大炭 沒有氣氛 戚港府風區 玩泥沙 那現在呢 我們現在就 真正呢 我和台仰呢 都是一個封城的狀態之下 是沒有糖吃的 是靈糖吃 唉 沒氣氛 靈糖吃 名字都比人差 叫靈糖吃 是不是靈糖吃 才有得吃 但是其實呢 連桑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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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要限人數的 現在我們這裡 又沒有氣氛 是不是 桑禮都沒有氣氛的 是 真正的封城是 你不要說新年氣氛 新年流流 就是都要用這些東西 來和這個洞房開年 那其實呢 他內文就寫得更加衰 就是封 就是怎麼說呢 我覺得 他就陷這個倫敦大酒樓 以不宜 就是我 我回香港的時候呢 是經常去倫敦大酒樓吃飯的 我和那些伯母 通常都去倫敦大酒樓 因為走腳 走腳 是的 但是有些人說 倫敦大酒樓是黃店來的 因為他以前呢 寫運酒樓來的 寫運酒樓 那你打開門做生意 人人都可以進去吃的 你就要強硬說他是黃店 就是這些是男友說的 嘩 他們經常聚餐都是倫敦大酒樓的 那些社民連的 是 大哥 人家打開門做生意 你只有他黃藍才行的 是嗎 是不是這樣說 沒錯 那好吧 那他就說 13號那天呢 年初二 吃開年飯都要兩個人一桌 是 撐一桌 是啊 中午時段入座率就有七成 場內不少家庭需要分桌座 或者以透明膠板分架 食客大炭沒有新年氣氛 手樓負責人也都指這個生意大跌 期望年初七 放寬這個晚市堂食後這個生意能夠回升 但是擔心要求食客 使用這個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會造成不必要的衝突 那好了 你要講一下先 講一下我們在外國的情況先 那現在封城就沒有堂食 第一樣東西我們現在 好 那還有就是 什麼氣氛都沒有了現在 那其實 其實 之前呢 都會有那些什麼新春花市 同樂日那些 初十 就是十五個天呢 就有那些花燈節的 今年應該都 這些大型 就搞的了 如果封城 找不到那些 因為現在我們有社區傳播 這裡 我們只有三宗社區傳播出來 但是三宗社區傳播 用那個 就是 找那個病毒的基因 就找不到源頭 那當他找不到源頭的時候 他就要封城 那為什麼要封三天呢 就是找不到源頭 那就封三天了 那就是這樣說 香港其實那個做法呢 現在有很多人都很樂觀的 就覺得 應該 現在只剩下十幾宗 很快都清零了 是不是 所以呢 這些措施 一放寬呢 就應該OK 但是我告訴大家 現在香港這種做法呢 就是要遷就那些業界去放寬 很快 又會 一天很快 又會多了一個小時 不會十幾宗 十幾宗 很快就會升上二十幾三十宗 是很快的 因為你是不能清零的 那實際問題是 因為你想清零的時候 去到未能清零 那些業界已經出來吵了 說不行 我們死了 我們要放寬 那政府他就繼續出來 做些事情放寬 那跟著呢 又有些人會出來說 那個問題是輸入 但是那個問題呢 就是 其實這些從來都不是輸入案例來的 是源頭不明案例 源頭不明不代表是輸入的 就是這樣 源頭不明案例 你只不過是不知道 它其實隱藏了社區的哪一處 那當然 現在用污水 抽污水樣本的方法來驗 是 封區其實都是有幫助的 但是你說 是不是真的可以百分百整到呢 很肯定是不行的 那所以 現在才每一步都會被人攻擊 其實有些人就說 要封城 封城才可以真的清零 這個是真的 但是不是他們說封十天就可以清到 十天都清不了 如果你要真正封城清零的話 你起碼都要經歷兩個月 就是把那些隱藏在社區的病毒 或者大病毒者 抽出來 就是搞定了這些才行 那現在那種方法呢 坦白說 效果一定不會有封城 但是那個效果 有一點點成效呢 政府其實做事都不錯 有一點點成效呢 但是那些業界的要求太快 因為經常都說 生意大切 你要開給我 這樣 開快了 然後還有 還有一樣東西呢 剛才我們說了 擔心要求食客用安心出行 會造成不必要的衝突 我們這裡用了類似安心出行的程式 差不多 現在差不多有 應該差不多都一年了 不夠一年 但是應該四月的時候就會一年 四月多 五月就一年 沒有人吵 我們這裡 沒有人會因為這些事情 去和這個做生意的人衝突的 這個我們經常都說 香港是一個刁民問題 這個沒得說 還有那些人是不配合政府 覺得配合政府是自己虧了底的 那好吧 那要聽一聽這個 洞房怎麼繼續說 怎麼荒謬下去 他說 過去四十年都在倫敦大酒樓 吃開年飯的市民 什麼事夫婦就說 為了遷就子女上班 12號已經提早吃開年飯了 無奈在新冠疫情下過年 他們親友十幾人都要分幾台吃飯 分台吃 價錢就更貴 哇 十幾人這樣 起碼七八張桌 兩人一台這樣算 七八張桌 一行 大家親友 就坐一行來吃 是 其實抗疫是有代價的 是要付出代價的 你如果覺得不用付出代價 疫情會自動清零 你真是天真 是不可能的 是啊 你坐在一起的話 萬一中間哪一個無症狀是感染了的話 那大家一傳十的了 一傳十的時候 你整個家親戚 姨媽姑爹都中了一招 那時候還大吉利是 是不是 是啊 當然 當然 要繼續說 都要繼續說到這裡 她說 那個阿太 就是她家庭的阿太 就說 哎呀吃得不開心 就算四人一台也吃得不開心 她認為政府應該放寬限制最少六人一台 尤其整年都沒有見過過孫子 哦 有什麼奇怪的 我都整年沒有見過老爸老母 其實現實的問題就是 你要抗疫 就是要減少人和人的接觸的 這個是無奈的 但是 你憑什麼說要政府可以放寬食肆 限制最少六人一台呢 你有什麼科學根據的說這些話 你洞房報這些東西的時候 六人一台有什麼根據 六人一台的風險就是大增 其實也是 現實就是 每一次香港抗疫有些成效的時候 很快就有人要摧毀抗疫的成果 摧毀了呢 又出來吵的了 啊抗疫不力啊 說香港政府怎麼做事的 是啊 那當然啦 就是倫敦大酒樓出來講話 倫敦這個名字呢 其實根據某些 磨碌的邏輯呢 這個是敵國的大酒樓來的 不單止是黃店 還有是敵國的大酒樓 因為倫敦嘛 倫敦是敵國來的 就是那些疫苗在倫敦出就不能用 敵國疫苗 這些磨碌呢 其實就是 根本上我覺得 照鎮的這種人 是啊 是要照鎮的 他那時候說什麼 英國疫苗是敵國疫苗 摺了一些子女去敵國什麼 不過 是啊 就是 這些磨碌呢 就是在乞丐裡爆 身在草營 心在汗的 這些磨碌就是在乞丐裡爆 很不要緊 當然倫敦大酒樓其實不關他的事 是動防亂參射 他接受訪問也是對的 四波疫情以來 每個月的生意 只能維持往年的15% 是啊 因為往年的那個時間 我也有去倫敦大酒樓吃 今年我一次都沒有去過 去年我也有去2月的時候 但是呢 前年就去得多了 說真的 他就說換言之生意大跌80% 那麼他就說市民一方面 因為疫情減少外出 那麼其實這些市民就聽話 客觀來說 是不是 另一方面呢 就打算等年初七 放寬到四人一桌 才吃開年飯 那很正常啊 是不是 其實 其實政府為什麼要做兩人一桌呢 其實就很簡單的 其實那個邏輯就在哪裡呢 他就根本就不想你出去吃 這個是現實來的 但是政府呢 他就沒有辦法跟你說你要關門 因為你的生意就說 你這樣強制我關門就行 就好像現在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沒有糖吃的 雖然是短短三天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這裡呢 這個封城呢 可能都要延多兩天 我估計 保守估計 因為三天是 太短了 你說要 他那三天 這三天就是為了找出 有沒有更多的患者 是啊 那麼現在 他這樣三天五天呢 其實就沒有用了 傳播了都可以隱藏了幾天的 你可以隱藏幾天才可以 才可以 找到出來的 所以 他這些這樣的三天五天的封城呢 就是我們這裡 好坦白說 他也是一個切衝方案 如果真正 一定要有效的話呢 是要封 最少封回21天的 現在其實 不過 沒有辦法 用這個方法就 反彈太大了 就算現在三天了 我們這裡呢 新西蘭 三天都好 已經有很多食肆的餐廳 都已經哭了 嘎嘎吵了 是啊 因為有人舉香港的例子 每一次封城都會有人舉 香港都沒有封過城 其實是有些西人都會出來說 你看香港這個地方都沒有封過城 它不就只有十幾單 十幾單的經濟活動 就可以繼續 正常走下去了 其實香港這種做法呢 不是沒有優點的 就是有些人 就在那裡壓之壓裝摩洛哥 當然就是 尤其是一些政棍 經常說政府抗疫不力 立Elsa 陳肇始要踢一腳才會做事 但是香港這種做法呢 其實 對比起封城呢 它其實有一些好處的 就是 實際上 是的 實際上那些商人是有得掉鹽水 還有 它大概可以知道 掉鹽水的時候的生意有多少 就是這個是OK的 那當然啦 他說四人一枱幫助不大 就是酒樓經營主要都是晚市走者 那這個是現實來的 就是你社記去一次開 週年大會 就好過它做午市做 或者做晚市那些散客的 事實來的這個 擺一次走永遠都好過做這些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你疫情之下這些生意就做不到 是 那就是當局放寬防疫措施 要求員工兩週一檢 和食客素援安心床 這個就是減少風險的做法 那這個就好 那就是這個 倫敦大酒樓副總經理 都支持這個員工做檢測的安排 但是他就擔心 掃描QR Code執行上面有困難 那那個問題就是 香港有700多萬人 但是只有50多萬人有登記 員工要求客人掃QR Code 都會很麻煩 甚至會怕有語言衝突 但是不要緊的 那你就用本寶仔登記 你沒有辦法的 是不是? 那 那 你實體登記 身份證號碼 那現在就是這樣 那要靠市民自律 那市民封區玩泥沙那裡 他的內文是沒有說的 他又有一幅相說 他就說林先生批評政府封區 如同小孩子玩泥沙 作用不大 但是這個林先生呢 就是沒有戴口罩拍照的 他對戴口罩都覺得這些是玩泥沙 他都是沒有去很認真地對待這些 抗疫的措施 自己連口罩都不戴 就走來批評政府玩泥沙 是啊 他拍照的時候不在那裡進食 其實呢 酒樓入口那裡寫了的 政府防疫法例 進入酒樓時需要戴口罩及探熱 非進食時要戴口罩 這個說政府抗疫 玩泥沙的林先生呢 拍照的時候就不是進食 很明顯的 我看到 但是他沒有戴口罩 就是每一次動防 專門找蠻毛的 很有趣的 一看就知道是蠻毛的 哈哈 哈哈哈哈 他很喜歡做一件事 就是 其實都去抗疫有意見的人 一找就找到了 就是戴口罩露個鼻 不戴口罩的人 自然對抗疫有意見的 這些人 因為自己都不怕死 因為一家四口去酒樓吃開年飯 他老母有戴口罩的 是啊 他老婆和小孩就沒有了 是啊 就是他老母怕死 這個混蛋又不怕死 似著可能年輕一點 年輕一點 所以就不怕死 可能是這樣 哈哈 其實就不當對的 因為其實呢 在動防拍到其他食客 不是進食的時候 都是有戴口罩的 哈哈 專門找了一個刁文來訪問 做訪問 接著引用刁文結說話 是啊 來做標題 一個而已 你封區玩泥沙 什麼叫做封區抗疫玩泥沙 就是你們這幫傳媒 一直在傳這些東西 是沒有效的 我們說得很客觀的 為什麼呢 就是說他不會百分之百 但是他絕對是有效的 這些措施 其實好像很坦白說 我們這裡封城封三天 他就不是百分百的了 三天就 一定可能 就有很大的可能性 就是他如果找不到那些人出來 他照開的話 如果決定照開 或者他那些人 染到 但是沒有症狀 那他會有流亡之餘 大家現在就是 這種方法就是一個平衡 就是接受有流亡之餘 和數字會反彈 不過呢就盡力 找回那些 走了出去的人 就是這樣 還有在這幾天 盡量減少人口的接觸和流動 所以就封城了 就是這樣 但是你說會不會 之後再封過 我可以很肯定的一件事 就是在沒有打完疫苗之前 一定會再封過 我們這裡一定會再封過 那現在我們這裡有疫苗打了 因為已經第一針已經到了 就是第一批輝瑞 BioNTech已經到了 那其實沒有問題的 那些人不斷說 輝瑞BioNTech很嚴重的問題 說有很多副作用 現在全世界打得最多的疫苗 就是輝瑞BioNTech 就是你硬都要說 全世界打得最多的疫苗 有問題 我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其實這個世界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來的 那部分人就很萌實的 就覺得這些是 還有被某些媒體人士亂說 始終都是認為這些什麼輝瑞 都是一些不好的東西 西方敵國的東西 死都不肯打 到現在還有那麼全的 有些兒子 這麼討厭的 就是說疫苗好不好 喂 盲武一鳴你識鬼嗎 說真的 人家搞成年研究出來的東西 有資格批評嗎 有人在他不斷傳說 就是輝瑞這個改了名字 是欺騙長者 說輝瑞就是復必泰 復必泰就是德國BioNTech 和美國輝瑞共同研發 在中國是復星做代理的疫苗 其實不是單純做代理的 復星是有做臨床測試 和有做數據分享的那些 就是在他研發的時候 復星是有參與的 不過是一個怎麼說 Junior Partner 所以這些人其實 他不單止侮辱了德國BioNTech 他也侮辱了中國復星 這幫人很好 那他就說呢 其實都是同一款疫苗 就是現在大家叫開的B劑和廢水 廢水 廢水 那些人不太好 我認為 那些人不太好 那些人不太好 上海復星只是負責中港澳銷售 不是 他不是純粹銷售這麼簡單的 總之就是 有時候見到都很火 不過不要緊 他就說要通知親戚朋友 尤其是長者復必泰 並不是什麼新疫苗 更加不是國產疫苗 是有不少死亡個案和副作用的疫苗 這些是嚇人的 這些是騙人的 某程度上就是 你如果說 有死亡個案和副作用 很坦白說 19的死亡個案 就多於復星疫苗很多 這個是 西方的醫學 從來都是一個統計學 就是那個數據 你一定要清清楚楚 你這些人說 它有很多副作用 死亡個案 副作用是什麼 它有副作用 手臂腫了一點 都是副作用來的 那副作用是不是嚴重的副作用 現實是 就是不斷傳這些鐵文的人 是發毛的 其實應該是 亂差不來的 其實就是 打著外國的房子 就做一些非常不科學的事情 是可惡之極的 好 都是盲無個人的推測 很多時候 個人推測 然後就周圍跟人說 就當是真的 是啊 它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說 它的做法就是要唱衰西方的技術 但是唱衰的技術的時候 其實也都損害了 中國用這些技術的疫苗 因為中國有解放軍 是有另外一隻 都是用這個技術 MRNA 是啊 是啊 那你跟我說 中國的mRNA安全 外國的mRNA不安全 那其實就 又是不適合的 本身mRNA這件事 就是一個很安全的技術 還有 以後的疫苗 很多都會用到這個技術 這次新冠是一個突破 之後很多疫苗都會用mRNA的 或者用病毒再看 是很多都會 那你是不是現在講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是不是說 一定要打滅活才是愛國呢 就是有些人現在講到是這樣的 傳到是 不是吧 還有有些黃友就說 要等英文疫苗 當然是 要等牛津 叫他們等吧 沒所謂 打就打 其實真的很坦白說 是啊 我們就跟人說 現在打就打的了 什麼都不要管 什麼牌子都沒有所謂 打就再說 是啊 因為把關是嚴謹的 全世界都是 是 有些人說 為什麼以前的疫苗這麼久 現在一年都不用就有疫苗 有一件事叫做 有錢使得鬼推磨 以前很多的疫苗 做了出來都做不到第三期的 就是因為沒有人 以前做第三期 沒有人投資第三期的 那些測試 現在很多人投資 就是這樣 那個不同的就是 有沒有錢的問題 以前就是很多東西都沒有錢 就做不到 現在有錢就做得到 是啊 好了 這時間差不多了 好 拜拜 拜拜